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今天上午抵达香港掀起热潮 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一早聚集到维多利亚港附近高处 以便拍摄航母驶入香港水域的画面 只见辽宁号在三艘军舰护航下驶入香港水域 航母上再有多架战斗机及数百名海军 场面很实壮观 香港政界领袖包括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和多名政府高官 接着都出席了在昂船州军营举办的欢迎仪式 大批市民也争相排队轮后门票 希望有机会见识中国海军设备和军事实力 我的感受是非常的自豪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航空 而且同时它在香港就是回归 在20周年之后它能够首次分为香港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激动 为我们中国而自豪 辽宁号访港其实也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重点庆祝活动之一 分析指这样的安排是希望让港人 见识到中国的军备实力后增加对华的认同感 与此同时也趁区域局势紧张之际 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对外展现军事实力 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一共对外发出了2000张参观券 让持票的民众在来临周末可以登船参观 这艘全球排名第四的中型航母将在香港逗留5天 这也是中国有航空母舰第一次防港 MTB7综合报道 都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钛合金的某钉 据说这一支某钉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 MTB7综合报道